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根据财联社的报道 鼎泰资本声明 与投资者沟通 暂时赎回份额市场观点 为个别员工看法 这个声明等于给网络流传的 鼎泰资本制投资人的公开信 背书了 信中说呀 全球性史诗级的经济乃至战争危机 无可避免的将在数年内爆发 那这与我们节目之前的判断几乎一致 那另外还有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 根据网传的截图显示 中国的移民指数 在10月18日这天呢 暴涨了1156.66% 那好 这节目我们就聊聊相关的内容 有一点经济和政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啊 金融圈对政治风向是最敏感的 一般都是春江水暖 压先知 稍有风吹草动 这金融圈一定会有所反应 那最近网络流传的 鼎泰资本制投资人的信 内容是非常的劲爆 那刚开始我个人以为是假消息 而鼎泰资本昨天的声明 背书了这封信的真实性 那么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 那咱们先了解一下鼎泰资本 先来看鼎泰资本的官网是怎么说的 深圳鼎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 这个说明鼎泰在中国属于老牌的投资公司 公司董事长兼投资总监林波峰 他是西安交大管理工程与科学博士 1995年开始长期从事 实业运营和资本运作管理 产业股权 私募股权 私募基金等金融市场投资 其所在的银信集团的投资收益 10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52% 实际收益近60倍 那期间公司先后投资贵州茅台 陕西西凤九 高炉加九 中国银联和南京朗诗地产等企业 并成为重点或控股股东 早在2017年 林波峰接受私募排排网采访时 就曾经表示他们锁定的目标 像等待猎物般带机会出现了才出手 所以有可能会较长时间持有高比例的现金 说白了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非常的保守 那么非常保守的投资公司都极度看空 那说明什么呢 请朋友们记住刚刚那句话 后面我们会结合着鼎泰资本 致投资人的信一起来分析 此外 林波峰不仅是中国A股的第一批投资者 还同时拥有超过15年的港股和美股的投资经验 长期跟踪优质成长性和超低估值兼备的公司 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林波峰是非常具有国际视野的投资人 所以他对国际局势也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林波峰在公司的理念和文化中说 他们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某一年度收益排名的榜单前列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鼎泰投资他的风格是非常低调的 那在最后林波峰说 他们的价值在于提供一种内在稳健和可持续性 同时超越市场回报水平的投资产品 这段话的关键字稳健和可持续性 综合来看 这个鼎泰资本是一家低调稳健 并且追求长期回报的投资公司 目前我个人没查到 这个鼎泰爆雷的相关消息 为什么要查鼎泰资本他的爆雷情况呢 因为随着中国各大房地产公司相继爆雷 投资房地产的私募基金也未能幸免 但鼎泰资本看起来并没有受多大影响 而且前面我们说这是一家老牌的投资公司 那么他们的投资策略一般不会太激进 也就是说鼎泰资本致投资人的信 应该不是一时冲动拍脑袋想出来的 而且公司已经发声明说 致投资人的信是个别员工的看法 这等于背书了这封信的真实性 根据财联社的报道 因为劝投资者赎回 鼎泰公司被市场关注 公司今天发布声明称 因为没有符合客户赚取超额收益的预期 公司存在比较大的压力 与投资者沟通暂时赎回份额 以便调整投资节奏 但是涉及市场观点的言论为公司个别人员的看法 根据正常的逻辑来看 作为一家老牌低调稳健的投资公司 内部的管理应该非常严谨 可能出现个别员工突发奇想 贸然给投资人发声明的情况吗 我个人认为作为这个级别的投资公司 应该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尤其是金融行业的人更不会 公司在声明中还说 长期看好资本市场前景 计划通过空档期进一步加强和夯实 团队建设和基础研究 等待机会出现积极入场 也就是说 现在鼎泰资本确实在撤出市场 最近没有什么可投资的 所以是空档期 长期看好市场前景 实际上这只是敷衍的说法 为了应付官方的言论审查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 鼎泰资本这封信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寒暄之后 他们说啊 都说时间可以抹平一切 岂知如今世上是纷纷扰扰 战乱平扔 问题却是越抹越多 那我个人的理解啊 本来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俄乌战争即将结束 世界回归平静 但是最近以哈战争又爆发起来了 而且很可能演变为世界大战 所以问题不但没有随着时间减少 反而是越来越多 那接下来信中说 日前发给投资人的季度报告 投资小结里 已经详细阐述了我们的观察 此处不再赘述 那这里说的是我们 而不是某个人或者小团队 这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鼎泰投资的观察 前面我们提到 这个鼎泰资本锁定目标的时候啊 会像等待猎物一样 等待出手机会 那林伯峰的原话是 就像一个雄鹰猎食一样 他需要在上空猎食的区域 盘旋很久很久 然后出现机会的时候 一击击中 这说明鼎泰资本 不会轻易贸然的行动 属于非常保守稳健的投资公司 那概括而言 无论国内乃至世界的震惊环境 眼前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不确定性 全球性的史世纪的经济 乃至战争危机 无可避免的将在数年内爆发 朋友们还记得几天前 我公开的会员视频吗 那在中秋节那天 我在会员节目中分享了来自美国保守派的媒体 Gateway Pounded一篇文章 文章开篇就说 多个红色警报的汇集正摆在我们面前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几周或几个月 将发生某类型的重大事件 结果一个星期之后 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了恐怖袭击 那为什么我会分享这样的文章呢 因为我个人也认同文章中的大部分的观点 那文章的后面列举了大量的证据 可笑的是呢 既然有人留言说 这是中共大外宣阴谋论 老朋友都知道我个人做视频的风格 很多事情其实很早就知道 但是没有证据的时候啊 没有证实的时候也不会乱说 经常用的标题是 欲言又成真 有些人的视野啊 就那么的狭窄 超出他认知的事情 一概扣上阴谋论的大帽子 那即便有些事情证实了 还是咬着后槽牙 恃口否认呢 还有些人呢 不断的狡辩 甚至是谩骂 我个人经常也用gatewaypundit这个媒体 因为过去这几年来 他们不断的爆出大量的证据 证明2019年 那个肆虐全球的病毒 很可能是中共实验室故意释放的 那长期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都了解 尤其是会员朋友们 我们几乎一直在说这些问题 因为病毒的问题一直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这个病毒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那一定不能轻易的就便宜了习视中共 但是啊 只要拜登政权还控制着美国 恐怕这个病毒的真相就会一直被掩盖着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不了解我说的 我个人建议啊 您多订阅一些不同观点的频道 听听不同的观点 不要盲目站队 尤其是华人圈有个非常恶劣的习惯 逢大使避陷站队 罔顾事实 立场先行 立场不同 先扣上个大帽子 你搭外宣 甚至不站队也不行 你脚踩两只船 在时政圈想赚钱呢 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跟风向 挑起矛盾 带动观众情绪 比如俄乌战争 站在乌克兰一边 无论事实如何 只要不断的打鸡血 高喊乌克兰必胜 他就有流量 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 只要站在以色列一边 为了消灭哈马斯 可以踏平巴勒斯坦 实际上啊 这背后有太多的谜团 还没有解开 但是呢 谴责哈马斯是共识 这奇葩的是呢 这白左们竟然支持 哈马斯恐怖组织 这让一直利用白左的 拜登政权就矛盾了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那今天还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件 值得关注 当地事件18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二次就罢以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中国等12国投赞成 美国一票反对 其他两国弃权 由于美国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因此这决议就没能通过 那对于中国投赞成票 我早晨的时候在X平台上已经发推了 说中共国就像消耗江湖里的伪君子 岳不群 满口仁义道德 一肚子难道女昌 早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我个人就推测 未来中共国很可能装大尾巴狼 不了解什么是大尾巴狼 可以去查一下 那结果呀 也正如我个人预料 相反 这俄罗斯倒是比较真实了 投了弃权票 因为俄罗斯之前的决议被驳回 其实啊 也很容易理解 俄罗斯的决议没提哈马斯的恐怖袭击 而这次巴西主导的决议 仅仅是人道主义援助与保护平民生命 而且还加上了谴责哈马斯 事实上也给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正当性 并且认定战争的责任在于哈马斯 而美国否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保证以色列的自卫权 这到底是停火协议 还是要开火协议呢 连美国的好兄弟英国都看不下去了 实在不好意思投反对票 选择了弃权 美国拜登政权竟然冒天下大不韦 投反对票 朋友们 从俄乌战争到哈以战争 自从拜登上台以来 世界战火不断 难道朋友们还没看出来问题吗 我之前在X平台发推文 对比这个川普与拜登的时期的世界格局 川普世纪世界和平物价积廉加速师 普京三胖子老老实实 伊朗不老实让他们领导就先走了 也就是斩首伊朗的军魂苏莱曼尼 要知道伊朗可不是个小国 这让所有邪恶国家的独裁者都瑟瑟发抖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无视这件事呢 以美国的实力完全能做到让领导先走 可是拜登上台以来怎么就不灵了呢 怎么就不能让哈马斯的领导也先走呢 这是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呢 当年川普一边恭维总加速师 一边不断用贸易战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中共国的经济就是从那时候起不断的衰落 西方世界由过去严重依赖中共国的供应链 到如今渐渐形成与中共国脱钩的趋势 朋友们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拜登上台以后做过多少能实际上打击中共的事情呢 而如今拜登面临2024年大选 美国国内的民调结果显而易见 川普在不断被陷害官司缠身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并扩大民调的领先优势 那么世界如果和平了 拜登会怎么样呢 而如果战争不断继续甚至升级为世界大战 那美国还需要继续选总统吗 这个时候中共就是渔翁得利者 甚至还能卖武器给哈马斯以及伊朗 那再结合目前普京出访中共国 未来的局势啊 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普京应该是与总加速师去商讨了 那未来啊 这美国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万一打起来 他们要如何应对呢 是坐山观虎斗 还是借机鼓动三胖子与韩国开战 或者在台海搞事情借机入侵台湾 那相信搞金融的人会更关注世界的局势发展 因为掌握了世界的趋势 然后顺势而为 那才有机会赚钱或者是避免风险 那我们来看鼎泰资本在信中的说法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会进行同归于尽的殊死争斗 是因为人有心以致良知 然纵观当今 人心见以迷失殆尽 相反动物性一面则暴露无遗 作为动物解决冲突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他们估计啊 即将到来的大危机 不同于1997年和2008年的区域性金融危机 而是对世界全方位无差别的打击 那在这种形式下 金融市场当然无可能独善其身 历史上这个进程至少要五年到十年 与之伴随的必然是阵痛 激化黑暗甚至是暴力 即便如此 以失败告终的意不在少数 所以他们郑重建议投资人 全部输回本公司基金的份额 因为股市已失去长期价值投资的基础 他们作为基于企业基本面的长线投资策略 已经失效 那以上就是顶态资本致投资者 这封信的重点内容 那作为金融投资者几乎是绝望的 如果没有顶态资本公开甩锅的这个动作 那还没有办法来确认信的真实性 那现在这封信的真实性已经给坐实了 于是在10月18日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移民的搜索量暴涨1156.66% 想跑的人突然暴涨了这么多 说明什么呢 我个人无法确认这个事情与顶态投资有关 但未来确实是不容乐观 拜登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投反对票 已经清晰的告诉所有人 谁不想战争停下来 而普京与总加速式的会面 也同样表明他们在算计利害得失 未来会不会借机有所动作 那也很难说 总之一场世界级大战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好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留言分享